我被暗算了 我那高冷静玉的前女友 分手后恼羞成怒 把我绑回了她的狐狸洞 她那九条毛茸茸的尾巴 跟不要钱一样蹭着我 现在对我腻没腻 救命 你这人背地里居然是个狐狸精 跟笑话恋爱半年 我腻了 原因是她太过骨感震惊 清冷静玉 每次摸她都给我一种 被迫普度众生的感觉 在外面牵手 她给我甩开 说大庭广众 要抱抱 她拒绝我 说不成体统 接吻 那更不可能了 她脸都黑了 伤风败俗 于是跟柳如烟恋爱了多久 我就守了多久的活寡 终于 在不知道第几次索吻 要抱抱背剧后 我怒了 直接提了分手 你别谈恋爱了 抱着你家的沐鱼 谈人生去吧 彼时柳如烟皱着没看我 什么沐鱼 那是和尚才会用的东西 对啊 物尽其用 正好趁你 没劲 说完我就气冲冲地走了 柳如烟早已习惯 继续写她的论文 我拽门出去 她也没一点反应 其实每次都是这样 柳如烟从来不哄我 不管我是真的生气 还是闹着玩 她最常做的 就是等我自己消息回去 我时常怀疑 她是不是因为 被我馋得烦了才答应我 可她又记得我的所有喜好 细致又默默地 为我安排好一切 很是让人苦恼 我一个电话打点好哥们 我分手了 今晚出去浪 你甩的他 几博英 你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 哥们杯子里的酒墨子 差点飞我脸上 她愤愤地 拜托 柳如烟哎 大一一来表白强就炸了 成绩好 奖学金拿满 没有任何无良喜好 你把他甩了 我点头 没好气到 好看又怎样 成绩好又怎样 只能看不能碰 我管他什么样 柳如烟那种清单小白 什么都不会也正常吧 正常个锤子 踏实压根就不想会 手不给签 拥抱不愿意就算了 还老是用一种 看其他物种的眼神看着我 不过几博英 好哥们喝了口酒 问你真的甘心吗 你追了他那么久哎 现在谁不知道你们的事 我感觉他都不喜欢我 你看从我提分手到现在 他一个电话都没有 嗡嗡嗡 电话响了 是柳如烟 好哥们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看吧 小情侣 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难得老脸一红 接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 听筒就传来格外清晰的声音 你昨晚的衣服还没洗 回来拿走 还有那一堆球鞋 很占地方 我不要了 我拿起电话就好 柳如烟 你都扔了吧 我也不要你了 我腻了 我恩断了电话 柳如烟就是不在乎我 好哥们默了默 给我倒了杯酒 也骂了一声 可恶的女人 我把柳如烟拉黑了 并且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转头就混进了五十 酒吧里灯红酒绿 情绪随着气氛发酵着 我的长相并不差 相反 还在表白墙榜上有名 于是我很快就跟一个女孩 贴面跳了起来 一个人呢 她笑着问 朋友在那边 我答 可视线却呼地越过她 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 怎么那么像柳如烟 跟我回去 这就是柳如烟 只是她此时黑着脸 穿了件格格不入的白衬衫 推开女孩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挣脱 别碰我 挤伯英 说我没劲 来这种地方就有劲 是啊 他们给亲 你又不给 柳如烟的脸更黑了 给亲就有劲 她问 不够 喝酒撞人胆 我嘴一块 还要给抱 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如果我早知道 因为今天说的话 我会被算账 那我肯定早就说了 因为下一秒 我被柳如烟扛了起来 我靠 众目睽睽 我被她一个女孩子 扛了起来 直接走出了酒吧 莫名其妙地昏过去前 我听见她恶狠狠的威胁 你给我等着 一觉醒来 我差点以为我穿越了 因为眼前一片 古色古香的装饰 石壁上亮着莲花灯 昏暗安静 木质大床 红色床漫 闻着莲花 十屋里空无一人 我摸到了枕头边 我的手机 无信号 我缩了缩 把自己包进床入 叫柳如烟的名字 她硬了 拖着懒懒的 长而慢的语调 下一秒坐在了我身边 几波音 我一惊 因为我看见 柳如烟身后 九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她眯了眯眼 俯身靠近我 胡耳蹭到了我的头发 有劲了吗 她不给我反应的时间 捉住了我的双手 扣在头顶 我仰面躺在她上 而柳如烟的狐尾将我围住 毛茸茸的触感 在衣服裸露的地方 又带出了别样的感觉 我想说 却无处可退 柳如烟像变了一个人 竟然扶手清秀我的肩 她的呼吸很浅 浅浅的 让我心急 柳如烟 懒卷的狐狸抬了眼 接着 笑了 指尖穿过我的长发 几波音 现在腻没腻 食物没有窗户 莲花灯忽明忽暗 映在柳如烟绝色的脸上 顶着一对胡耳 却一点都没有可爱的意思 反而变得妖艳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吞了吞口水 要命 怎么不说话了 她在我耳边轻哼一声 带着颤 我记得在酒吧的时候 你说 光给亲都不带劲 还要抱 想到哪里抱哪里 摸完了还不满足的话 是不是还要 柳如烟 我叫停了她不安分的指尖 从未如此紧张过 你变了 你昨天就不是这样的 她无辜的看着我 那是怎样 你昨天明明还是个和尚 今天就成了妖精 还是狐狸精 从轻轻抱抱都无比罪恶的佛陀 变成了多看一眼 就会被吃干抹尽的九尾狐 柳如烟额间浮起来了淡淡的腰纹 红二妹 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沉 接着 嗓音淡淡 知道我成了狐狸精 还这么跟我说话 她穿了一身雪白情衣 薄薄的 透着那里的春光 我想退 却动不了 几薄鹰 柳如烟眸色越来越深 所以 你现在 你滚开 气氛煞时静默 她脸冷了下来 又在下一秒变得错愕 你现在跟我装什么呀 我提分手的时候你不说话 我走了你还打电话 让我回去收拾东西 我就这么碍眼吗 你不喜欢我就算了 为什么一开始要答应我 为了看笑话吗 柳如烟 你不要靠近我了 我不要你了 我偏开头 做出不在乎的样子 但我做不到真的不在乎 如果真的在乎我 为什么从来不哄我 为什么连我的东西都嫌弃 又为什么在看见 我跟别的女孩说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我扛走 现在 又要对我做这种事 我气死了 一把推开她 柳如烟 你个王八蛋 柳如烟的动作停下了 很明显 我感觉她的无措 我竟然第一次让她觉得无措 可我又很快地觉得自己没出息 她一个微动作就能让我给她找 眼尾呼得一凉 她的指尖为我擦去了眼泪 她又愣了愣 然后小心地用唇妈撒那块微湿的肌肤 她的狐狸耳朵搭了了下来 一双眼含着委屈 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咬了咬牙 问 柳如烟 我管你是人还是狐狸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一秒 两秒 三秒 柳如烟肉眼可见地迟疑了 我眉头一皱 不由分说地狠狠把她踹下了她 你给我滚 扎狐狸 柳如烟走后 我再躺在她上睡着了 她走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回头看看我 走得很慢 还带上了房门 可我在梦里又见到了她 跟从前的清冷不同 今晚的富有侵略性不同 是软软的 很温柔的样子 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我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的九条尾巴摇着摇着就包裹住了我 暖暖的 伴随着她轻柔又小心地闻 梦里的我还在赌气 一言不发地推开她 她却越抱越紧 不分手好不好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她就又不说话了 我就被气醒了 可醒了 怀里也是一条毛茸茸的 狐狸尾巴 还有几条尾巴 被我枕在身后 埋在身下 甚至搭了一条腿上去 而睁开眼后除了尾巴 就是柳如烟安静地睡眼 变得莫名乖巧 我猛了 怎么昨天没觉得她的尾巴这么大 这么蓬松 还这么软 我动了动 她的尾巴就贴得我更紧 柳如烟的寝衣很松垮 露出锁骨和小片肌肤 有半条触目惊心的巴延伸出来 我伸手过去 下一秒就要触碰到 却被淡淡地一句打断 为什么要推开我的尾巴 是为了摸我吗 柳如烟醒了 并且语出惊人 摸吧 摸到你满意 摸完了就别闹脾气了 我气得被我伸去 谁稀罕 你不稀罕 你眼睛都看直了 柳如烟 我要回去 柳如烟摸了好一会儿 我也气了好一会儿 你不回答的话 就是摸 不准 她说话了 我一愣 接着腰上传来力道 是她紧紧抱住了我 尾巴也缠着我 我说 不准回去 你不是总抱怨 我们没有时间出去玩吗 狐狸洞外面很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柳如烟从未对我说过这种话 也从未如此强硬地说 不准 她大部分时间都听我安排 永远都是一句随你 我张了张唇 说不出话来 她却越来越靠近 接着 极轻极轻地在我的脸颊上 轻了轻 轻完 将柳如烟退开些许 跟我对视着 我盯着她 于是她又轻了我一下 这次是下巴 见我没反抗 也没反应 她便压了上来 蓬松的胡尾把我们拢住 屋子里安静地止于下浅浅的呼吸声 下巴 鼻尖 没眼 没心 终于在我的唇上一触急离 又再次附上去 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亲吻 不分 柳如烟退开些许 低垂着眉眼看我 几波音 不分 不分手 她在求我不分手 我脑子很乱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生硬地随便转移了个话题 家 我低下头看了看 对不起 柳如烟没说话 她只是看着我 像在等什么 半想 我不说话 她才叹一声 原谅你 接着 她坐起了身子 尾巴也收到了一边 我躺着 想要起身 一条腿却被她抬起来 别动 怀骨处传来微凉的触感 接着是一声轻轻的 心脆的铃声 我的小腿被柳如烟拿在手里 她的手很白 纤细好看 只是此时看起来 有些 说不出来的 遇 那是一个小小的铃铛 被银环串起来 戴在怀骨上 走一步就发出一声轻响 好了 她把我的腿推了过去 你给我带这个做什么 这样不管你去了哪里 我都能找到你了 柳如烟一字一顿 挤伯音 不准摘下来 我想起我去酒吧 只叫了好哥们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不知道 那一条街的酒吧 他总不会是一个 挨着一个找过去的吧 柳 柳如烟走了 我刚要叫他 他就消失了 我坐在他上 晃了黄腿 铃铛轻响一声 月儿好听 狐狸洞真的很大 我在洞里绕了好久 才走出去 没走一步 铃铛就想一下 洞府外面天光大亮 院子里种着各色花草 不似繁品 不远处有一棵 极其高大茂盛的槐树 柳如烟就坐在树下 铺着桌案和榻榻米 手边是茶 岸上是水墨丹青 他低头描摹着 不曾抬眼 尾巴在身后舒张开来 更加庞大 我抬脚 铃铛又想了想 于是柳如烟抬了谋 鞋怎么不穿 穿不了 为什么 我迟出片刻 这人是故意的 去酒吧的时候穿的鞋 我醒来的时候 鞋子就掉在他边 烂了 一看就知道是谁干的 柳如烟继续挑事 目光划过我的脚 以及怀骨上的银铃 过来 过不来 结果下一秒 天旋地转 后腰一凉 睁开眼 我已然代替丹青 坐在了石岸上 柳如烟拿笔的动作没变 狼豪比细细的肩 就对着我的膝盖 我想往后缩 却被他按住 叠动 比肩微凉细腻的触感 让我心头犯上 丝丝缕缕的一样 柳如烟微低着头 长节轻眨 细长的狐狸眼 含了不知多少情 却都被此刻的专注替代 很快 微红的膝上 多了一抹丹青 是一朵寥寥几笔 便勾勒出的 栩栩如生的莲花 好了 柳如烟放下笔 轻轻吹了吹了 别弄花了 我一退 他就站了起来 弄花了 就把你关起来 我们在狐狸洞待了三天 出去了 原来入口在公园后山 有一个结界 我的手机这才重新恢复使用 拿着它 恍如隔世 柳如烟啊 原来你真的是个山顶洞人 我嘟囔到 狐狸的听觉极其灵敏 柳如烟只是懒得搭理我 走吧 三天了 假期都结束了 国庆假期一共七天 我跟柳如烟三天吵架 一天分手 又三天在狐狸洞混日子 还真有种老夫老妻的味道 我低头 看见自己空空如也的脚踝 哎 出了结界 会消失 柳如烟自然而然地牵住我的手 不然会妨碍的 我心头危机 慢慢握紧了她 这几天下来 柳如烟亲我越来越自然了 可那句没等到答案的你喜不喜欢我 依旧是我心头的一根刺 而这根刺在我接到好哥们的电话 看到了校园强食到达了顶峰 那天在酒吧 柳如烟把我带走的事情被曝光了 视频 照片 一英俱全 不是吧 几博英这么野的 当年追人还轰轰烈烈的 真为校花惋惜 什么玩意儿啊 背着女朋友去勾搭别人 她有没有道德心啊 心疼校花 这才多久头上就带点绿了 要我说 直接扛走给她丢合理 体会体会翻船的感觉 几博英能不能滚 轻一色骂我的 哥们不知道我跟柳如烟的情况到底分没分 也没联系到我 这事就一直持续发酵着 我刷着墙 眉头越皱越深 怎么都是骂我的呀 接着 我还看到一些评论 各位别着急 柳如烟肯定不喜欢她的 不然怎么这么粗鲁 对啊 几博英一看就是经常去的 她那样子 就适合去酒吧当鸭 同意 我跟柳如烟同班 我可从来没看见过她主动去找过男朋友 都是她倒贴 这不 倒贴到恼羞成怒了 不然你们自己去问问柳如烟 而且这是出来几天了 你们有看到她出来说过一句话吗 还真没有 可柳如烟 在狐狸洞外面是手机不离声的 现在距离我们出了节节 她回公寓 我回宿舍已经过了一天 她没有打来一个电话 没有一条微信 什么都没有 我默默安慰自己 可能是在敢论文吧 可等我点进朋友圈 她的头像赫然有一个小红点 她转发了一篇科普性文章 我看着屏幕 有些证 接着 关了手机 整个人埋进了被子里 骗子狐狸 渣狐狸 就是想亲我 想吸我惊气 就是不对我负责 我躺着躺着 鼻子又酸了 我还以为 在狐狸洞里待了三天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原来都改变不了什么呀 柳如烟接受我的那天 我自己都没想到 也没想到是以那种方式 那天我照常去给她 送自己准备的早餐 在教学楼门口拦住了她 她原本是打算 照常地拒绝我的 但是我不整齐 在她面前摔了 粥撒了她半条裤子 又是快要上课的点 人来人往 我忙不迭给她道歉 忙里忙慌地 收拾着地上的东西 周围的人在窃窃私语 这都多久了 几博英还没追到啊 柳如烟这种 看看就行了 真追上去 我看她多少碗 都不够摔的 倒追哥今天又在努力了呀 偶尔也会有些不太友善的 我咬唇 只觉得今天倒霉 不宜出门 但一只手帮我捡起了饭盒 柳如烟蹲下了 不顾腿上的脏污 帮我收拾着 嗓音淡淡 你每天都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呢 我愣了愣 为了你啊 她看了看我 没说话 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 她把饭盒递给我 手碰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灵 我一勇 直接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可理 她摇了摇头 于是我胆子更大了 那你答应我好不好 你答应我了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声音不大 但是来来往往的同学都听得见 又在暗自讨论 一秒 两秒 三秒 她迟迟没有回答 我脸色变得飞红 是因为羞难 抱歉 我猛地站起来 拿着饭盒转头就想跑 可手腕却被她捉住了 柳如烟还是不说话 只能双桃花眼定定地看着我 半想 她接过了我的饭盒 四叹吸一声 走吧 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了 越想这段回忆 就越觉得 当初柳如烟答应我 就只是将酒 不然 她为什么连一句喜欢都不肯对我说 去酒吧找我 肯定也是来自狐狸的湛友谕在作祟 可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湛友谕 我只想要两个人谈恋爱 要断要趁早 不然 我怕我忘不了她 冷落她一段时间 她应该就会放弃了吧 这样想着 我果断把手机开了免打扰 决定一心只读圣贤书 柳如烟再次联系我是在三天后 她论文赶完了 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做什么 整整四天 一条微信都没有 又问我在做什么 我在她打开第三个电话时才接起 声音闷闷的 喂 怎么最近不过来了 柳如烟指的是她的公寓 里面有一间是我的房间 还是因为之前某一次 她拒绝我轻尽拒绝的太多了 我恼羞成怒 一路之下搬过来的 忙 我学着她的借口搪塞 论文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 我还差很多 那就拿过来吧 柳如烟破天荒地主动邀请我 我帮你看看 按理说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都是我强求来的 她曾经因为怜悯我 现在就肯定只是因为想亲近我 狐狸这物种 重欲 于是我随意搪塞了几句 硬是拒绝了她 只是没想到借口说有事 就真的出事了 你这孩子 给你打这么多次电话都没接 我还以为你不认我这个舅妈了 舅妈年过四十 人却颇为强势 舅舅试酒不听劝 中风也是早晚的事 以至于她看起来并不怎么难过 我手里拿着给他们带的早饭 已经来照顾了舅舅几天 她每天都在提我上次不接电话的事情 舅妈眼珠子一转 把我拉到外边走廊 低声说 咱们家养你那么多年 不要你报答 现在有了难处 你也该帮帮忙吧 我知道你爸当年给你留了钱 绝对够你下半辈子生活 但现在 几博英 舅妈没求过你什么 你得懂事吧 我咬唇不语 当年母亲生我时候难产死了 没过两年我爸也出了事 奶奶一个人住在乡下照顾我吃力 才不得已把我塞给了舅妈 十年来 他们除了供我住一个小阁楼 书本费 其余什么都没有 衣服是穿舅舅剩下的 家务全是我做的 就连表弟都喜欢欺负我 有时候舅妈心情不好 把我拉过去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说我是个丧门心 全家都得被克死 他们养我也得折瘦 于是我从高中起就一直在打工 高考完把存下的所有钱都给了他 才算消停 我对舅舅的印象不深 只知道每次舅妈打骂我 他都无动于衷 几博英 你手头肯定很多钱吧 你拿一半出来 你看我们家 你舅舅费了 那还有什么盼头 我没钱了 我打断了他 奶奶一个人在乡下 我爸没给我留多少钱 我就都给他了 气氛静默了三秒 舅妈气得直接一个包扎我身上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十年 我们家供你吃供你穿 现在出个事 钱全都拿去孝敬那老不死的 呸 白眼狼 走走走 赶紧走 会记东西 果然要折瘦 舅妈她塔搭地走了 我一言不发 把早餐丢进了垃圾桶 有点浪费 我在医院大厅的长椅坐下 外面开始下雨 我拿出手机 打开通话界面 却在即将按上柳如烟号码时顿住 两秒后 我收了手机 没带伞 我打算等雨停了再走 医院人来人往 多的是境遇不同的人 手机没电关机了 我看着地板发呆 几博英 我抬头 对上了一双略带诧异的眼 是个眼熟的年轻医生 是我呀 他看出我的疑惑 叹了口气 沈又出 想起来了 我高中的暗恋对象 当时同学们传他也喜欢我 但是后来跟他们班数学课代表在一起了 后面我换了号码 就没再联系过了 怎么来医院了 他蹲下 跟我平视 亲人住院 我点点头 没什么想聊天的欲望 几号房 十三 沈又出看了我一眼 那个中风的 是你舅舅 我以为他问完了就会走 没曾想他坐到了我身边 他前几天刚来的 情况不太好 我叹出一口气 知道 沈又出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接着 他说 如果有什么困难 可以告诉我 我摇头 谢谢 不需要 几博英 你还在介意当年的事情吗 没有 我不记得了 我打断了他 他却捉住了我的手臂 其实当年 锅里墙外的雨里 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 我一震 煞时什么都听不见 包括沈又出的解释 是柳如烟 他没有撑伞 白衬衣被淋湿 粘在身上 透出那里的线条 黑发还在滴着水 一双黑眸看得我不安 我看见他的视线缓缓 落在了沈又出 捉着我手臂的手上 下一秒 我条件反射地把他甩开 而再看过去 柳如烟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看着柳如烟的号码 犹豫了很久 还是不敢打过去 他当时那个眼神 让我心虚 再三抉择之下 我去了他的公寓 又在楼下犹豫了起来 罢了 总之都是要面对的 一楼的灯坏了 我摸黑进去 按下了电梯按钮 可就是这一瞬间 一股力把我狠狠地往后转 鞋底与地板摩擦出刺耳的墙 天旋地转 一间传来熟悉的 混杂些槐花的香 后背底上冰冷的墙 身前是火热的躯体 他是谁 柳如烟的衬衫上 还残存着雨水的适量 他点着脚 只勾勾地盯着我 趁着他的呼吸无比灼热 我必无可避 只能偏着头 高中同学而已 柳如烟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我不信 他打得斩钉截铁 为什么要躲我 不回我微信 不接我电话 什么都不告诉我 是不是我再来晚一点 你就要带他回家了 柳如烟声音带了火气 你说话 柳如烟 你先冷静 你听我说 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推开他 我还没来得及 就看见他了 柳如烟没说话了 空气变得安静 我这才发现此时 我跟他身处一楼的消防通道 那边闪烁着绿光 柳 死啦 是意料破碎的声音 我一猛 手被捉住了 掌心准确无误地贴上了 温热滑腻的皮肤 沿着 往上 是柔软的腰腹 继续 他摁着我的手 声音有些哑 我给你摸 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准去找别人 我慌了 开始口不择言 没 不是 我不 也不是 就是 就是不要我是吧 柳如烟抓着我手腕的手 越来越紧 我能感受到 他上身衬衣已经被撕烂了 这到底是什么糟糕的情况 我不管你 下一秒 我被迫腾空而起 柳如烟这只怪力狐狸 直接把我扛了起来 场景在线 我被他扛走 只不过这次是回的公寓 柳如烟 你给我冷静一点 几伯烟 我不想听 闭嘴 我欲哭无泪 当初那个亲一下 就黑脸的高冷狐狸去哪了 快还给我 我被他丢在大床上 这张我坐过无数次 就是不让睡的床 此刻他坐在了我上面 柳如烟眉间的腰纹红的腰椅 脚踝处传来轻响 那个银铃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 清脆的声音 跟他此刻的迷离硬沉 让我慌了神 不知所措 他又开始亲我了 撒娇道 你还要什么 到底还要什么才可以不分手 一咬牙 奔着他使劲亲了起来 这下轮到柳如烟猛了 我很用力地亲完 他都还处在一种震惊的状态 现在听我说 我捧着他的脸 认认真真道 首先 柳如烟 我跟那个女的只是同学关系 什么都没有 其次 这些天不离你是因为我舅舅住院了 我很忙 最后 柳如烟 一开始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 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因为怜悯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 你不喜欢我的话 就不准抱我 也不准和我谈恋爱 我定定地看着他 看着柳如烟慢慢平复呼吸 清醒些许 他额间的腰纹消失了 回到了原本的状态 我不理会 只是问柳如烟 最后一遍 喜不喜欢我 可这次他反应很快 揪 我又被紧了 他背后的狐狸尾巴都冒了出来 柔软地拥抱着我 接着 是他低声又认真的一句 喜欢 总而言之 这件事终于翻篇了 我也是刚刚看见 这两天骂我的人都开始道歉了 听说是柳如烟一个一个去找的 并且 最近有人说 看见了蓝色的火焰到处飘 吓得晚上睡不着 看见了的 都是说过我坏话的人 想也不想就知道是谁的手笔 我带着柳如烟去医院看望了舅舅 并且不出意外地被赶了出来 讲真 我不想管了 但是柳如烟显然不那么觉得 他固执地说 这件事不解决 你会惦记一辈子 说来也是 我会总觉得欠他们的还没还清 于是我们一起坐在那条长椅上拖塞 拖塞拖了半天 没等到我那没良心的舅妈过来装枪做事 倒是等来了那天 让狐狸黑化的罪魁祸首 几博音 沈幼楚在我们面前站定 接着疑惑地看了看柳如烟 这位是 你朋友 柳如烟不动声色地挽住了我的手 我也咳了咳 没 我暗自叹气 狐狸的簇劲 当着她的面和她牵手 女朋友 柳如烟 沈幼楚的笑容变得尴尬 你好 柳如烟却春风拂面 像被后尾巴恨不得冒出来一样 你好 沈幼楚又闲谈了几句 柳如烟又得寸进尺地 抓着我的手指细细骂撒 大约过了十分钟 沈幼楚说了几句舅舅的情况 走了 柳如烟才松开 低声问我打算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 舅舅真的贪了 大前辈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揭翻一单 这些年靠打工和奖学金 也攒下了不少钱 忙起来后见面的时间变少 怕狐狸在黑化 我又回了她的公寓中 我的房间床单被套都被换过一次 软软淡 很舒服 只是某只小狐狸不在 说是为了陪她 可是我过来这么几天 柳如烟只有晚上在 今天连晚上都没回来 只是冰箱里给我准备了吃的 她说她有一些私事 我就没问了 晚上照常一个人睡觉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有一只狐狸 老师跟着我 我去哪 他去哪 我走错路了 他又咬着我的一百给我拽回去 挺好的 就是脸有点臭 画面一转 我看到了柳如烟 他背对着我 白衬衫皱巴巴的 我叫他 他缓缓转过来 唇角却浮现出血丝 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接着 脚踝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银铃变得灼热 从来没有这么烫过 心跳开始加快 我感受到一股浓重的不安 于是我快去披上衣服 跑了出去 我去了公园后山 狐狸洞的入口 银铃清脆的响声 敲开了洞府的大门 眼前变成另一副景象 高大的槐树像是一夜枯死 光秃秃的 院子里的花嘟搭了着 泛着黄 而院子的中间 青石板路上 趴了一个人 是柳如烟 他此刻是人的形态 整个人蜷缩着 像是听见我的呼唤 他缓慢地睁开了眼 我心细道 你怎么了 我扶你回去休息 你别折腾他了 不然小狐狸真呆嘎了 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传来 我回头 是一个俊俏少女 他扎着高马尾 嘴里叼着串槐花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我身边 带他进去 少女把花一堵 我是那棵老槐树 我能救他 少女名叫槐木 年纪比洞府还大 他没有告诉我柳如烟 为什么晕倒 只是让我照顾他 我看见柳如烟 左胸上冒着血的伤口 接着 在出洞府时收到了舅舅出院 奇迹般康复 以及我的银行卡 给他们转了一笔钱 狐狸的心头血 是不是很宝贵 我问槐木 少女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不然 天上人间数一数二的珍宝 其死复生都办得到的好东西 那在人身上呢 槐木眨了眨眼 当然 不过人类嘛 浊气太重 需要的量大 还要纯的 难搞 我便什么都知道了 柳如烟还在昏睡 失血过多 但是没什么大碍 养一养就好了 傍晚里我帮槐木看药 坐在院子里 槐树下面的石岸还在 只是水墨丹青不在 槐木出现了 跟我搭话 你脚上那只铃铛 是他给的吧 是 怎么了 嘖嘖嘖 他一脸无奈 真不愧是少一根情似的 缺心眼狐狸能干出来的事 人家把命数供着哄着 都嫌不够 他给做铃铛 还让你待在脚上折腾 你不高兴他就得嘎 嘖嘖 缺情思 不知道爱是啥 他爹妈死的时候哭都不会哭一下 被赶出来了 才跟我两个孤家寡人住着 几千年他就跟快冰山一样 幸好他带你回来了 不然我该以为他对我动机不蠢了 不过我猜你肯定也够强 蠢狐狸跟了你二十多年 连带着你也失忆了三次 趁他今儿不在 我就都告诉你得了 失忆 跟了我二十多年 槐木再次叹息 说道 狐狸缺心眼 你可千万别跟着他一块缺心眼 柳如烟如今两千多岁 五百岁被赶出去 跟槐木一起待在狐狸洞就待了一千多年 他不怎么爱出门 上次去人间 还是封建时期 那时候封建里叫森严 儒家当道 狐狸化成人在人间待了几年 又颇感无趣的回来了 以至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那时候 男女有别 非礼物动 加上少一根情思迟钝的情感 小狐狸两千年来唯一接触的一个雄性 还是狐狸洞外刚化型的花妖 花妖喜欢他 上赶着头怀送抱 把吓得把人丢了出去 后来他就立下了狐狸洞 除了槐木不准成精的规矩 再次出去是因为他到了两千多岁 体内灼气太重 需要化为圆形修炼 在槐木的怂恿下 狐狸拖着一条大尾巴出去了 于是他第一次遇见了一个人类小男孩 他对人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感 只觉得孩子才五六岁 扯他尾巴的劲儿可真大 他给他咬了一口 他一哭才松手 可他又觉得他哭得太惨 给他雕了朵花 他就不哭了 狐狸就回去了 完成了第一次化形 需要三次 但每次都会失去化成狐狸时的记忆 遇见他的人的记忆也会被抹去 剩下两次 他又遇见了他 一次 小男孩十二岁了 睁着双迷茫的眼睛 因为迷路蹲地上哭 狐狸本来在赶路 案里说不该管 可他觉得他哭得太惨 一点都不难自汗 回头咬着他的衣白给他送回家了 又一次 男孩十六七岁了 成了少年 这次没哭 被几个小混混堵着要找事 案里说他也不该管 也没必要 但是他还是停住了 可能是觉得这么白净好看的少年 不该被这么对待 于是几个小混混看着他的红眼睛 以为他是调得了狂犬病的狗 跑了 狐狸很无语 但是好歹事情解决了 这次少年盯着他 慢腾腾地走过来 摸了摸他的脑袋 谢谢 少年说完就走 看都没多看他一眼 仿佛他就是支不要钱的便宜狐狸 他摸了一会儿 回了狐狸洞 忘掉了这段记忆 只是后来 他忽然有一种强烈的 想要出去的欲望 于是狐狸有了名字 有了身份 柳如烟 思念 对什么思念 他不记得了 只是后来 怀目给他敲了一棍子 缺心眼狐狸 男人都要跑了 还搁这儿纠结表白呢 他就想你对他好点 你再攒嫁妆 等你攒完 他都不要你了 柳如烟不懂情爱 直到几伯因跟他说分手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去百度的时候 才剧烈地反应过来 他不要他了 于是他一着急 没压住妖力 杀去了酒吧 扛也要把他扛回去 即使一次又一次失忆 他都逃脱不了自己 想要靠近他 被他吸引的命数 狐狸地命数 是心上人 蠢狐狸就是被封建荼毒的太严重了 觉得说了喜欢就要娶你 他还没攒够嫁妆 他是真缺心眼 哄都不知道哄你一下 你嫌他冷清 他又不敢对你太跃进 除非压得太厉害 腰纹出来了 才对你放肆一点 脑子里还浮现着怀目的吐槽 我坐在院子里 有些气 难怪柳如烟有时候 满是欲望 笨蛋狐狸 眼前呼地付过来一只手 带着熟悉的槐花香 我回身 一头抱住了他 醒了呀 笨蛋狐狸 柳如烟有些诧异 怎么突然 这么主动 不主动 等你把缺的那个心眼找回来吗 几伯英 我不缺心眼 他抬头 缺了根情思 怀目应该告诉你了吧 我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腰 声音闷闷的 为什么不早说 如果不是那天腰纹压不住了 你是不是就真的打算让我跑了 没有 不会 柳如烟低声说 如果你真的跑了 我可能 算了 我也不知道会怎样 我问了一声 问 架状等攒得怎么样了 某呼尔根浮现一抹薄红 怀目怎么什么都说呀 不然 你还要攒多久 攒几千年 没有 柳如烟默了默 我没开始多久 那是多久 是遇见你后 我才开始传的 遇见你之前 我眼中的一切都是迟钝的 就连被族人赶了出去 也过了很久 才反应过来 很难过 可你出现了 雀跃的 活泼的 闯入了我的世界 就好像 眼中失去颜色的万物 都是遇见你前的伏笔 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 柳如烟终于决定 把银灵换成坠子 让我戴在身上 我没好气 你就不怕哪天 我闹脾气把他摔了 你就没命了 他摇头 不会 因为喜欢我的人 伤害不了他 后来 我跟柳如烟订婚了 我为他戴上阴界 戒指上纹着古老而静谜的 像是咒语 又像藤蔓的纹样 他戴上后 几乎从未摘下 也是知道很久很久过后 小狐狸都能打酱油了 我看着自己不摔的容颜 才知道 人的寿命 对妖来说不过弹指一瞬 可在柳如烟眼里 近乎与天同寿的时间 太过漫长了 所以 他将它分给了我 我成为了第一个 与九尾狐在一起的人类 也成为了 他命中缺失的情思 人间太嘈杂 世外桃源太寂静 独自守候了 千年孤独的小狐狸 终于布下了一个笨桌的陷阱 等来了一个爱上他的傻子书生 从此 他眼中的万物 复苏了